狼窗性肾炎是不是要终生来服药 才能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这个是这样 咱什么事也不绝对 这是在多年之前呢 是这样的 就是要终生克服激素 吃一辈子药 现在所有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提高 就是从诱导到缓解 然后到彻底的委定停药 也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因为你用药 咱还得考虑这个药物将来它的负作用 对 你像您组是建议吃一些激素 但这些激素会不会有产生副作用呢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 它会 但是呢 咱可以去避免 因为咱们这个狼窗呢 狼窗肾炎的 用激素原则这个情况呢 一开始 如果说病比较重的话 一开始就是毒量 但是它会让这个人的迅速去 环境以后 它要迅速去减量 不要大量长时间去吃 然后呢 小量去维持它 目的就是要减少副作用 那咱们就是 他说咱们要吃大概多久 是要针对他这个病情的程度 再来配药 以及用药的时间超短 对 它是根据这个人的整体的病情 你的就是控制情况 最后的一个围定情况 然后最后我在什么时候停药 但是这个疗伤呢 第几年 要几年 对 我不可能我几个月 最后我把药清了 这不客观 也不限制 这也是一个长期抗战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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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好 好